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谁家大婚名场面?一下来三个啊!大婚场面好欢乐!严心记圆满收官啦! 谁家的婚礼现场一来就有三个新娘!当然是严心记中的盛大婚宴!三个新娘同时亮相,一个比一个美,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这个场景仿佛在向观众传递一个信息,每个人都能成为主角,每对情侣都能获得完美结局,终生相爱!真是太喜欢了! 每个主角都有自己的爱人,这一点让我非常喜欢!这些角色都不是那种吸引众多桃花的男女主,看着非常爽快! 这样的欢乐氛围让我想起了,请于年二中冷清寂寞的范贤婚礼,完全无法相比! 网友们纷纷称赞这是古装电视剧中最美的婚礼场面,是年度最佳婚礼名场面! 最受关注的当属男女主江心白和颜男星她们迎来了第三次大婚! 江心白笑得灿烂,罗云熙终于有了一个甜蜜的结局! 江心白这个角色总是那么可靠,从不犯错! 我特别喜欢罗云熙饰演的江心白,真是扬眼! 网友们笑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罗云熙饰演的江心白对这个流程熟悉得很,选新娘的环节她绝不会出错! 三个新娘的每个头饰都显得格外华丽,一场婚礼一下子来了三个新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剧情的发展,仿佛是在看一部大型古装家庭剧,有点像环珠格格中子薇和小燕子的婚礼,也有点像现代剧下加三千金! 这场婚庆策划得真不错,意想不到的CP组合真的很令人上头! 同赛和伤别离这对,CP是整部剧中最甜的一对! 第一个出场的伤别离,没看过的还以为成蕾是男主呢? 她的表白让同赛在花轿里忍不住露出了笑容,真的太甜了! 将梭罗和柳若谦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但柳若谦这个小机灵鬼终于娶到了好老婆,真是捡到宝了! 严辛记的三位新娘,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场面,一下来了三个,三个新娘的镜头转换让人感受到了剧情,丰富的层次感! 网友们纷纷表示,大婚场面真是惊艳,太甜了,简直看不够! 还有网友说,这么甜的吗?我要去看了,真的这么好看吗?恩爱两不离! 现场在外祖父的祝福声中达到高潮,最后大家还一起跳起了小苹果,你说惊不惊喜! 网友们纷纷留言,三连亲,古代结婚当众亲吻! 我还以为穿越到现代剧了呢? 也有网友表示,好看就行,管他是古代还是现代,只有观众们心里有些不舍,剧中人物已经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严辛记大结局了,真是舍不得,这不让人上头的严辛记承包了我的笑点和泪点,不想说再见,还想再刷一遍!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最后,祝福他们! 严辛记完美收官,罗云熙,宋毅三次大婚,吻戏甜蜜感一出屏幕 古装爱情清喜剧严辛记由罗云熙和宋毅主演,凭借其出色的剧情和演员的精湛表演,一直稳居热播榜的首位 近日,该剧迎来了圆满的结局,罗云熙饰演的江新白和宋毅饰演的严南兴经历了三劫三离的曲折情感旅程,最终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完美的婚礼结局,令粉丝们非常满意! 让我们一同回顾严辛记中罗云熙和宋毅的高甜蜜场面。严辛记的大结局不仅完美收官,而且带来了欢喜的结局。 江新白罗云熙是终于成功肃清了鬼草,完成了父亲当年的遗志,并在千里寻期的过程中找到了变身的严南兴,两人终成眷属。 剧中,三对CP在最后结尾时打造了盛大的婚礼场面。官方还曝光了拍摄婚礼现场的幕后花絮。在一场撒糖的亲密场景中,罗云熙的头发与宋毅的新娘发誓意外卡在一起,成了真正的劫发夫妻,现场爆笑不断。 成磊饰演的商别离和黄日盈饰演的童赛这对CP也非常可爱。成磊有点笨拙的吻戏让导演忍不住笑称你们是幼儿园的接吻吗? 两人的害羞模样就像真情侣,甜蜜之情异于言表。另一对由陈瑶饰演的江梭罗和古子城饰演的柳若谦,在拍吻戏时也表现得非常可爱。 两人还没开始演就害羞起来,笑得何不拢嘴?陈瑶甚至笑到蹲在地上,因为吻到古子城的嘴边都是口红印,甜蜜的氛围感染了整个剧组。 让我们一同回顾阎心记、钟罗云西和宋义的甜蜜场景。江心白隐藏自己总补牙丝的身份追查鬼草,阎南兴则四处一诊并寻找解药。 两人在河满首次相遇,命运从此交织在一起。江心白帮助南季风将军唐曾是调查鬼草与心腹的死亡真相,阎南兴则治好了将军夫人家耶的病。 家耶夫人看出江心白和盐南兴互相在乎,便提议两人在河满成亲,实际上是为了偷运鬼草。 晚上四人一起饮酒庆祝,江心白酒后土真盐,靠在盐南兴身上,这亲密互动让观众们心动不已。 江心白和盐南兴的第一次婚礼是为了调查鬼草的权宜之计。 虽然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但善良的盐南兴看到众人真心祝福他们而感到不忍。 江心白一把抱住他轻生安慰,最终婚礼计划成功,人赃俱获。 回到京城后,江心白和盐南兴在朝夕相处中见生情愫。 盐南兴开了一家美容馆花享荣,江心白继续追查鬼草生意的幕后真凶。 盐南兴因与江心白走得近而被李武方陈月氏绑架,江心白心急如焚, 为救盐南兴不惜下跪,遭受毒打,让盐南兴心疼不已。 这次事件后,两人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起初,江心白的母亲王女殿下非常反对两人的恋情, 不仅百般刁难,还让江苏罗将盐南兴的店铺和房子买下, 导致盐南兴无处可去。 于是江心白带着盐南兴展开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盐南兴心疼江心白工作劳累, 会做好一桌饭菜等他回家,暖心又甜蜜。 江心白若久未归,盐南兴便会忍不住跑到总补牙斯寻人。 两人的深情互动让观众们看得笑不停。 江心白寻着线索前往亭州调查鬼草,盐南兴忍不住跟随。 在亭州,他们与一元山、白元帮等人斗智斗勇, 最终在白元的帮助下拿下一元山。 未料在亚回京城审案的路上,一元山被白元暗算杀害, 两人也因此受难。 在路经一片鬼草地后,江心白中毒出现幻觉, 盐南兴才发现,他正是他多年寻觅的安人小哥哥, 两人激动相拥,喜极而泣。 江心白与伤别离等人秉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最终逮捕了幕后真凶裴林府丞相。 恶劣的裴林府在被抓捕前, 执意要知道盐南兴变身的秘密, 强行给他灌下母亲的药。 这缺乏药引的解药变成了毒药, 盐南兴变成了一位老婆婆, 无法与江心白相认。 江心白身受重伤卧床数月, 脸盲症也意外治愈。 清醒后,他立即踏上了寻妻之旅。 江心白始终知认心不认脸, 最终找到了盐南兴, 并深情告白,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别再走了。 盐南兴奇迹般的恢复原貌, 江心白终于能看清他的脸, 这一幕转了无数观众的热泪。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